你分手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立马给你打了视频电话 看着屏幕上的你双眼红重 鼻子被卫生纸擦破了皮的模样 我也险些跟着掉下眼泪 明明上个月和我一起吃饭的你 还嘴角挂着微笑 害羞地跟我分享着 你和那个人的甜蜜 这次的聊天时间很短 在匆匆挂断之后 我看到你发了个朋友圈 你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以后和谁走到最后 都无所谓了 我和你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都知道 嘴硬 人倔 一旦认定了什么事 肆意不回答 所以我也相信 你这条朋友圈的真实性 你还喜欢梁静罗的歌 看你的听歌排行就知道 从当初制定的勇气 到现在听了说十次的分手快乐 不过我希望你最后听的 是他的 会过去的 我不怕你摔跤 不怕你跌倒 只是怕你因为一次跌倒 就再也学不会奔跑 前几天在直呼上看到剧 满出新的台词 以后的日子 难不成 要给过往陪葬吗 这句话我想送给你 是因为我觉得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有大把美好的时光 在等着你去珍惜 根本没有必要 为了那个抛弃你的人 将自己幸福的一生 去浪费 就像会过去的 里面唱的那样 你曾为他快乐 也曾为他挫折 曾把他紧紧抱着 紧紧依赖着 紧紧地爱着 你离开很舍不得 以为会崩溃的 却在会痛的时刻 什么都会过去的 时间会帮你附和 让你的痛淡了颜色 那些过往的裂缝 终有一天 会变成你人生 故事中的花纹 我也想以后的每一天 我们某次的见面 你也能毫无顾忌 甚至可以笑着 说出来这段感情的感受 就像说起小时候 第一次走路时的帅到 你没有哭 只是爬起来 拍拍衣服上的尘土 继续朝前走 你看 每个人的裂痕 最后都会变成 故事的花纹 人还茫茫 我知道遇见一个 合适的人 真的很不容易 在遇见对的人之前 我们难免伤过几次心 掉过几次泪 但是过去抵达不了未来 频频回头的人 没有办法 走得更远 别因一次失望 就毁掉余生所有希望 和他出现的这段 段数月相比 余生那么长 有什么不能放下 不能忘 别着急 别将就 好的都在最后 会有人的出现 让你原谅过去 对你的种种刁难 他会风尘仆仆 走向你 胜过时间所有的温柔 他会用余生去爱你 也会让你做自己 他会让你知道 每一个人坚定的选择 会是什么感觉 有人说世界上最好听的五句话是 我去找你 我给你买 我们回家 我好爱你 我们结婚 总归还是会有人 用最质朴的方式喜欢你 不是套路 也不是撩你 是这种 我好喜欢你啊 想对你越来越好 这五句话 我只想对你一个人说 精彩而已 这些人虽然不能给你全世界 但他的世界里装的都是你 愿你过去哭过笑过 也可以他人面对你 和他拯救 只能是爱过 如果未来遇见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也不要因为那个人 留下的伤害而抗拒 坦然接受 能够放心 和他好好过 愿你即使被爱所伤 也仍旧愿意 为爱勇敢 毕竟你这么棒 可不能回在感情上 感谢观看